歷史為盡 以古見證 笑談天下新鮮事 齊有此旅開獎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旅杰 歡迎收看今天的齊有此旅 換個角度來講道理 很多媒體評估過了全世界 有三大火藥庫 但是有兩個已經爆了 那第三個會不會是台海呢 台灣到底有沒有可能打仗呢 那萬一打仗怎麼辦呢 我們常常在手機裡面 收到所謂的國家警報 最近大概可能都是下雨 豪雨的警報 但是如果有一天國家警報響了 而且是防空警報 但是它又不是演習呢 當你說到這個警報 下一秒你要去哪裡呢 萬一兩岸真的大動干戈 和兵龍相見的時候 你要跑去哪裡 到底我們是要試死抗爭 到底還是 就打不贏啊 打不贏就投降啊 減少不必要的傷亡啊 你會怎麼選擇呢 而一直以來 對於中共對台灣的統戰 俗話說 打台灣不如買台灣 買台灣不如騙台灣 什麼叫騙台灣 其實用更學術的名詞來講 就叫做認知作戰 而這個認知作戰在台灣 到底算成功嗎 所以最近有一部 所謂的連續劇 或者你要叫它 叫電視劇影集 正在籌措 而且它的前導片 也已經出來了 這17分鐘的前導片 在短短的時間裡面 有100多萬的點擊 它就在跟你講 如果兩岸在發生戰爭的前戲 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戰爭的當下 又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部電影《臨日攻擊》 它總共花了2.3億 但是在籌措資金的過程當中 出現了一位乾爹 當然你要叫他親爹都沒有關係 我們歡迎我們的乾爹 曹星成 曹董 大家好 大家好 曹董好 我們先來聊一下 這部《臨日攻擊》 這部電影 影集 OK 它的假設前提就是在 其實它那個open 有點像 當年的所謂的七七事變 七七事變的時候 日本在東北演習嘛 藉口有士兵失蹤了 要進瀋陽城搜查 那在這一部 臨日攻擊的 它的設定的這個畫面 大概就是 中國的偵察機在台海失事了 所以他們封鎖海域 然後最後呢 要從演習變成實戰 或者是從搜救變成實戰 要攻擊台灣 OK 你覺得這樣子的設定 會不會科幻的一點 好不好 這個 這個 等於是戲劇嘛 戲劇的話 那他們有這個編導 是 去詮釋 那麼當然就是有不同的角度 詮釋說萬一發生這個情況 台灣各方面的反應 會怎麼樣 讓他們去想像嘛 是 大概就是這樣一個電影 可是你說 聽說你連劇本什麼都沒看 你就砸了兩千萬 我 沒有 劇本沒有寫好 沒看好 它主要是說 有這個構想 就是說 我們要模擬一下 如果萬一 老共打來 台灣可能發生什麼情況 我說很好 這應該是拍啊 老總應該拍了 那你會不會 你什麼都沒看 然後大概講個idea之後 你不怕它拍出來 就像大概六年代 千年代 那些愛國電影一樣嗎 八百壯式 四行倉庫 剪橋 英烈傳 就是要抱著大炮 喊著中華民國萬歲 掛了這樣子 如果這樣改 再改進就是了 再改進就是了 這樣就很灑狗血啊 不會 不會這樣 現在沒有那麼柔軟 你不要看 你不要把它們看得太低好不好 好啦 那林志公集這部影集 它的前導片 17分鐘出來 那短短的一個禮拜 有130幾萬的點期 我現在看的數是148萬 148萬 OK 這個是你們預期之內 還是覺得超乎預期 我們 我沒有 事實上沒有預期 沒有預期 就是對你來講就是 反正我覺得這個idea我喜歡 我也覺得很好 那需要我幫什麼忙 然後其他的就是 你們自己去努力 對 因為我 我當時不是說捐1億美金嗎 資源認知作戰 這就是典型的 OK 就是資源 所以明目上是投資 其實我是沒有想要什麼收回 因為我們在 老子不缺錢 OK 那曹董 我們說在預告片裡面 他有提到 就是呈現台灣 即將面對戰爭前的那個狀態 那其實很多假設是一定會發生的 比如說軍容秩序開始紊亂嘛 然後想移民的嘛 想跑的嘛 其實這個在1996年 台海飛彈危機就演過一次了 OK 當年你說台灣 我們說移民潮大概 近代有兩波嘛 一波就1996年那個時候 另外一波是2000年阿扁當選總統那個時候 有兩波很大的移民潮 很多跑去加拿大 跑去紐西蘭等等 你覺得在這一部前導 目前看到的前導片裡面 你覺得這個呈現的 你覺得是會符合你的想像嗎 我沒有特別的想像或怎麼樣 我就是我也在等著發片來看看 好 前導片我也是當著看 覺得拍得好像還挺嚇人的 所以你認為只是嚇人而已 這個 我覺得他們導演去 要任憑他的想像 編劇嘛 他們想像嘛 那想拍出來的東西 然後大家來接受公平嘛 因為我覺得在裡面有一個 以前不會 以前 我們剛才講做96年一次 然後2000年一次的 那個跟現在最大差別在網路環境 然後裡面其中 包括呈現的所謂一些網紅 不管你說他叫做親中派網紅 或者是小粉紅網紅 他們說為什麼要打仗呢 兩岸都是中國人啊 為什麼要打仗呢 你對於 這個已經不是在 電影裡面假設的 影集裡面假設的情況 現在就常看到 對 打仗不是我們要打 是 是他打我們 很多都搞不清楚這個 好像說我們在挑釁他 沒有人挑釁他 對不對 那麼 他就要改變你的現狀 對 然後台灣大家就是說 保持現狀嘛 對不對 那80%多人都希望說 保持現狀 不要統一 對 對不對 就是這樣吧 所以 就是台灣的情況 沒有時間需要去挑撥死了 或者現在台灣這個 所以這個 我就講說 我們現在為什麼認知戰 節節敗退呢 就是他居然說 現在說 我要打你 然後說讓你自己人 去怪自己自己 對不對 就是他認知戰的成功 是 做我們認知戰的這個 挫敗 對不對 人家打你 然後你就怪自己 說這個是惹他 沒有人惹他 我們保持現狀 惹誰呢 那曹董 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啊 看你委屈要什麼程度啊 對不對 好 那你現在變成香港 OK 像香港就香港了 你以後不能準備亂講話 否則以國安法抓詹 你什麼不能講話 也不能夠隨便出版啦 也不能夠集會結社啦 示威遊行都沒有啦 那這個 你的人權沒啦 你政治權力沒有啦 你政治權力沒有之後 其他的你的這個 財政權也沒有啦 因為什麼 因為大家打過來 他是共產主義嘛 是 是不是 你問大陸14億人 有沒有人認為 有一分一寸的領土 沒有 我有一次看一支那個 聽口音就知道是 所謂的中國人拍的影片 他說我們大家都知道 人民是不能擁有土地的 我說誰跟你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可以擁有土地的 對 他們的法法就是這樣子 你不能擁有土地 土地全部是公有 公有什麼意思 就是共產黨的 所以說中國人很好笑 台灣是我們不可分為領土 你沒有領土耶 都是共產黨的地盤耶 對不對 他們這次搞不清楚 認知戰 所以今天那個 台灣總統來了第一個 他想盡辦法 就把你土地要 要變公有嘛 對不對 所以現在很多人 炒地皮啊 把你搞那個樓房滿的 一切化為烏有 你敢不敢 當然不要 對啊 那麼辛苦努力 不就是把貸款交完 對啊 這一生的職業 對啊 對啊 所以這就是 你要不要接受嘛 對不對 當然你可以 像大陸同胞有人說 我已經接受了幾十年了 你為什麼不能忍呢 這個問題在這裡就是說 我們啊 平常這個 習衣為常的東西 我們不知道它珍貴了 撕掉它的時候 你才知道它珍貴 對 比方說你現在好好的活不活掉 哪天你那個 在哪裡骨頭受傷了 筋扭到了 不能動了 啊 要知道說 那個地方很重要 對不對 通常的道理啊 既然大家在台灣 早上是自由民主什麼的 隨便亂講話 覺得沒什麼重要 但撕掉的時候 你就覺得痛苦了 因為曹董你剛好提到香港 其實我們對曹董的印象 香港事件之後 你從隱性的反共 瞬間變成顯性反共 對 很多人這麼說 沒錯 所以香港事件對你的影響很大嗎 當然 因為以前 當然曹董你接受很多訪問 你講過 其實你在阿扁當總統的時候 你當國車顧問 那你那時候推動所謂的統獨公投 你的目的是要用魔法打敗魔法 就是統獨公投絕對不會支持統 最後的民意 所以就用這個理由 其實我那時候是 沒有那麼繞彎 我只是說 建立真正如果說有和平統一的 唯一的程序正義 對不對 唯一的和平統一 就是我一直跟老公講說 你要真的想和平統一 你不用什麼我盡最大的成義 盡最大的努力 不要那麼辛苦 那很簡單 你把這個年紀統一的條件拿出來 請他老百姓你公投嘛 公投你OK我們再談 不OK我們回來再談 就是說我聽說建立這樣程序的正義 其實說起來了 就用公投讓他這個知難而退 不是說我沒有辦公投 很多人誤會說我沒有辦公投 他請我們辦我們才辦 對不對 否則我們何必至少麻煩 是 他請你說拜託啊 我辦公投 看你們民意怎麼樣 現在是不是可以統了 好 我們辦公投 我辦你忙 所以我以前構想是這樣子 那麼這個構想有個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你不用去看談 那跟他講這是我的條件 然後是他來拜託你說我們來統一 他來拜託你統一的時候 就代表說他承認我是獨立的 是 他說請你們公民投票一下 就代表說他承認你是有主權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這個設想是 在保持主權保持獨立 這種條件下也不用去談 丟給他讓他自己看的吧 這是我的意思 而且很多誤會說我要辦統一共投 那沒那麼努力 那我會本 那這麼說 那為什麼香港事件 讓你從所謂的隱性的反共 變成顯性的反共 因為 中國幹的壞事不只這一件 對啊 因為這樣 因為去年這個 有個小孩子 一歲小孩子被虐待死掉 叫凱凱 對不對 這虐待死的過程很殘酷 那保姆把他手指甲都拔掉 是 這個是 你看到沒有人看得不沒成績 是可忍孰不可忍 對啊 那我在香港就是看他們鎮壓反送中的時候 在元朗車站 找流氓來 拿棍棒 對 所有這個 這個 示威者 不是示威者 只要元朗車站那些香港人 不分男一老幼 不分青紅皂白 無差別性攻擊 對 他說 我說這什麼東西啊 這個是 結果你會生氣嗎 二十一世紀 怎麼做這種流氓的事情 生氣 我說 我想說 再怎麼樣 在香港就算了 可是 不准你到台灣來殺野 我就這麼簡單 OK 人家說 想那麼多什麼 你在大陸說生意失敗了 或什麼 通通沒有 就很簡單 看不順眼 不准你到台灣來殺野 可是曹董 你在大陸也縱橫不少年了 你也跟很多中共的高層接觸過 沒有 你沒有跟他們接觸過 我懶得跟他們接觸過 這些什麼領導什麼 要找我的 我就一概卸決 台灣多少商人在那邊排隊 在那邊站了兩三個小時 就是為了拍一張合照 很醜陋啊 你在台灣是國家主人 像郭台銘 隨便可以罵總統 你跑到那邊 像黑道的小弟 等著老大握手 這醜陋嘛 這種醜陋是我做不出來 對啊 所以有人講說 知識分子 有所謂有所不為 並不完全為了道德或法律 是為了品位 品位 這麼沒品人都做不出來 對不對 可是 可是我到大陸去幹什麼 我都跟一些學者智庫 尤其是社台的 我去跟他們談 我說你要兩岸 你們真的要和平解決 只有我這個方法 不要騙 不要文公武和那一套不行的 我就跟他們學者講什麼 夏門大學台灣研究院 成立30週年清風學演講 北京社科院台灣研究所 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 上海東研究所 這我都需要 我就跟他們學者溝通 其實學了很多支持我的 都覺得說你這樣有道理 為理性的和平的解決 只有這個方法 讓很多支持我的 可是台灣什麼就是每天 報誤解或者誹謗什麼 沒辦法 可是你跟這些學者 在對談的時候 他敢跟你說實話嗎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最近有一段影片 在網路上非常的紅 是半島電視台的節目 訪問那個張志凱 高志凱 高志凱 訪問高志凱 然後那段影片 說實在話 我只能用荒謬兩個字來形容 我今天訪如剛才發表一篇文章 網上發表的 OK 因為你從那一段訪問來看 你就知道他們就沒有言論自由 我就說這個很噁心 就是說 就是叫趙高志凱為馬 趙高志凱為馬什麼意思 並不是他搞不清楚馬跟路 他說牽一隻隻路來說這是馬 你敢否認我殺了你 是 就趙高 從趙高開始 就立下了一個就是說 你中國以後 你就乖乖地遵守權勢 不可以辨別是非 趙高 這個對中國的文化影響太惡劣 今天來講 他們還是在搞一個趙高 你看那個高志凱講什麼 一個中國原則 絕對不能夠違背 誰要分離 誰就要嚴厲成 被消失只是剛好而已 這個論調 差不多是這個論調 可是我就講 一個中國是 你講一個中國政策 有沒有經過這個中國百姓的授權 投票給你支持 沒有啊 你根本是個非法的組織 高志凱的論述是這樣子 這個不民主 但是他管用啊 他管用啊 對你共產黨管用 對 可是這個政務局在這裡就是說 他這個我們剛剛講過 他在中國只有共產黨的地盤 沒有中國人的領土 所以講 把共產黨的地盤 講成中國人的領土 本身是指路為馬嘛 是不是 OK 對不對 拿那個指路為馬的東西 然後扭曲嘛 所以什麼叫分離啊 這個全世界有得講嘛 1945年 全世界獨立的國家 只有60個 七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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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135個 出來了 可以說都是分離主義 分離出來的 那有什麼錯 沒錯 為什麼 符合聯合國1948年 通過的人權 聯合國人權宣言 符合1966年 通過的兩公約嘛 公民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 是 這公約裡面講說 任何地方都有自覺的權利嘛 自己決定我的政治制度 那麼你對於這個 要自覺要分離啊 你要尊重啊 一般財產就說 你讓你公投嘛 你看 魁北克要獨立 給你公投 是 過的是你自己不要獨立的 蘇格蘭要獨立 你給你公投 是你自己不要獨立的 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 就是文明處理的方式是這樣子 所以他這個講什麼 一個中國不可什麼 那就是流氓野蠻啊 不遵守這個 現代文明的程序和價值 OK 對不對 是的 那我們退一萬步回來講 在我們說在這個 臨時攻擊裡面 柯一正柯導他飾演的是 總統這個角色 那他在設定裡面就是 在政權要交接的時候 發生的這件事情嘛 就是可能中國要武力犯台 這件事情 那裡面呢柯導有一句台詞叫做 他很感慨地說 知道國家教育為什麼失敗嗎 因為我們沒有國家 曹董你認同這句話嗎 國家意識啊 國家意識的時候 當你 我覺得我失掉了國家的時候 你意識就跑出來 就跟那個健康一樣 但你覺得不舒服了 你健康意識跑出來 對 同樣道理 平常生活不會有什麼特別強的國家意識 對 可是 當你面臨 威脅 威脅的時候 所以可以說 這個 零日計劃這個影片呢 也在喚起它的國家意識 有這個作用嗎 曹董我們分兩個層次來聊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他說沒有國家 什麼叫沒有國家 這是第一個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 我覺得有一個東西叫做國族建構 就是National Building OK 那一直以來台灣 你認為它這個所謂的我們沒有國家 是不是我們沒有做好國族建構這個問題 你知道中華民族這個詞是1911年 兩起超發明的 然後這一發明之後呢 就沿用到現在 OK 包括高志凱的那個訪問裡面 他也提到所謂的中華民族嘛 包括他指台灣的問題 就是 為什麼當初1945年戰敗 這個日本投降之後 無條件投降之後 是中華民族寬宏大量 讓這些日本人繼續留在這塊土地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所謂的國家 是不是牽扯到出了主權 政治上認知的國家以外 是民族上的國家 叫做National Building 這現在如果是照這個 聯合國這個政治與公民權利 國際公約 一個地區 它可以要求我的獨立自決 它並不僅民族 它只要有一個共同的理念意識 共同的願望 其實就可以 就可以走向這個政治自決 是 並不是這樣一定要以民族為準 因為現在太多多民族國家了 對不對 那其實一個國家有多民族 像美國 那一個民族有多國家 像安格勒塞克森 是吧 美國人 對 以前這些都是 什麼什麼 五位烏院聯盟 以前都是 五個眼都是英國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認為說 用國主來建構 這落伍了 農業時代才會國主 農業時代是從那個家族 種族國主一直上來 現在這個社會 你是拿哪一國護照 你就哪一國人 OK 好 所以這個我不認為現在 那第二個層次就來了 就是 這個沒有國家 會不會是指國家的認同 因為台灣其實一直以來 遇到這個問題 就是關於國家的認同 OK 如果說今天沒有國家認同的話 沒有 台灣如果沒有國家認同的問題的話 其實台灣是非常好 非常和平的一個地方 但是台灣有一部分人 他認同的是所謂的 你要叫他對岸也好 叫他中國也好 叫他中共國也好 他認同的是那一塊土地 但是還有一部分人 他來到台灣之後 日久他鄉變故鄉 他的認同變成是 我們這一個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生活的土地 所以他在電影 在戲劇裡面這個台詞 因為我們沒有國家 是不是在衍生成台灣 有關國家認同的問題 他我想 一句話沒想那麼多 沒想那麼多 我認為說是這樣 就現在應該 國來認同很簡單 你哪一國 哪一國的負照 你在交稅 你覺得 你是應該這個國家的人 應該是很簡單的事情 你說認同什麼對岸 你也沒有對岸的國籍 你也不需要在那邊交稅 對不對 那你跟他認同什麼 你到底什麼叫認同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 這個應該大家還是 憑復照 認同這個復照 對不對 所以說你看 我為了回來 拒絕台灣發生在香港的事情 放棄我新加坡復照 拿回我台灣復照 當然這個過程很多人是不相信 是 中間那邊亂講亂講 說我假的 我假的就是真的 然後還有一個說什麼 你一定會 還有很多美國復照 胡說八道 就是很多條 就是 就很多人講話不負責了 對不對 你憑什麼說我美國復照 他說你看 雖然這個 雖然這個 雖然嘴巴講抗空保台 事情發生了以後 他一定就會跑 現在事情在發生 他們以為是沒有發生的事情 對不對 我說人家跟你打認知戰打了20年 你說等到萬一暫時發生 怎麼怎麼樣 人家已經跟你罪戰20年了 對不對 所以這個都是一種認知戰上面的一個 我們的敗退 那我們說認知戰打了20年 可是說句實在話 會認同中國的或者是 對於中國相對非常友善的親近的 都是你們做生意的人 對不起 我09年退休了 沒做生意 OK 不要誤會 都是那些做生意的人 可以吧 聯電跟我現在也沒有 完全沒有關係 半毛關係沒有 半毛關係沒有 所以不要把我當做生意的 是 我現在就是有五月有名 OK 但是很多我們說 就是相對 所謂把台商這些做生意的 他們似乎是 是他們不了解共產黨嗎 還是因為他要在那邊混飯吃 然後久而久之被統戰 你講的後面 我認同是後面的原因 後面原因 而且很多傳統產業 傳統產業 那台灣也混不下去了 對不對 它要很大的地 很便宜的勞工 製造很多的污染 那台灣混不下去 跑到大陸去 那它跟跑到大陸 錢在哪裡 心就在哪裡 它錢在那邊 心在那邊 那我覺得也無所謂了 不過你就說 你是你的選擇 所以說台灣有人說 我不要打仗 OK啊 尊重你啊 可是你不要 你不要罵說 這些想抵抗 想保衛家園的人 是挑釁 那就不對了嘛 對不對 你可以 你可以 人可以膽小 可以跑掉 你不能顛倒是非黑白 對不對 所以我對很多人講 像我以前講說 保衛台灣本來就會犧牲 你說你看 你叫為了台獨 叫年輕人去送死 我說這個 我沒有說 只叫你來犧牲 我就在犧牲啊 對不對 我2022年 三月回來台灣 是 沒有再出過一次國 連渡假都沒有 我認識的人 都渡過多少假 你渡過了沒有 有有有 對嘛 我都沒有渡過啊 算不算犧牲 算 對不對 所以這個 我在以身作則 國家有難受 我們應該做犧牲 OK 所以有人罵我說 你叫別人去犧牲 沒有我自己以身作則 是不是 但是萬一真的打起來呢 因為我們說 在戲劇裡面的設定 甚至其實不只講戲劇 我們就在台灣的日常生活 活生生看到嘛 在總統大選前 就有人掉看板嘛 統獨藍綠我不管 但是我兒子不能上戰場 我兒子不能上戰場 你離開這裡嘛 這很多人講這個 也是用認知作戰 所以你只要不挑釁 台灣就和平 是騙你的嘛 會騙你 董事長你帶來這張圖 對 這張圖要講什麼 重點在這裡 中共它為什麼一定要打台灣 怎麼說我們先 我們祖宗留下的領土 我們一定要 祖宗留下的領土 你看 這是1820年這個 黑龍江以北 烏蘇里江以東 1820年的滿岐的疆域 包括這麼大 你如果說認為這些疆域 都是你要要的 你去要嘛 你要嘛 這有150萬平方公里 你不要 這只有3萬6公里 你飛這些飛要不可 為什麼 因為它是要利用台灣 做不成的航空母艦 這是麥克勒講的 對 用來和美國爭霸太平洋 習近平講 太平洋夠大 容得下中美兩國 意思是說太平洋要飛一半 對吧 飛一半怎麼分 你要先把這個 這個不成的航空母艦拿下來 這是它的目的嘛 意思是說 它今天拿來拿台灣 它不是為了和平的目的 OK 大陸常常講 台灣戰略地位重要 跟誰戰呢 跟美國戰 跟美國戰 跟國際挑戰嘛 那麼你既然是 它是用戰爭的主要點 來拿下台灣 你看它是為了 你被它拿掉之後會和平嗎 不會嘛 只是更大戰爭的起點嘛 是 而且你要知道 如果它把這個 當成航空母艦來使用 你台灣2300人 是死老百姓在這裡 都是害事的 對不對 要打先打你 要打先打你 不是 現在可以掃光 所以你這次看那個 半島電視台那個訪談 高斯凱說 第一個我們要追查 有百分之十的人 有日本血統 我們又叫他 不然效忠 不然叫他拱回日本 這是人家講 你這是什麼 總族驚喜啊 所以我們問他 這是種族驚喜啊 對啊 總族驚喜啊 他將來要驚喜2300萬 借口太多 第一個日本人先掃掉 但你跟日本人有關係了 掃掉 你不像我們這個 中華黨宣誓忠誠的 掃掉 你以前曾經 像你這個老曹 老師這個 反正就是他 不要掃掉 殺掉 對 他在台獨 這個 懲治台獨條例 21條參考意見 我一看 好 我是跑不掉的 唯死刑 OK 因為他這個要做 所以他來的目的 不是要給你帶來和平的 不是要給你帶來自由民主幸福的 他是把這變成戰地 而且你這死老百姓 通常都滾蛋 就這樣 OK 那你說 我要和平 我要避戰 你如果真的這樣想趕跑 趕跑 好 那曹董 那照這麼說來 台海終須一戰咯 不一定 可能台海沒有戰之前 他先垮掉 OK 這是我的希望 很多人這樣希望 可是難啊 不難 你看情勢 情勢每年在大變 兩年前 2022年2月24號 這個普丁進軍烏克蘭 何等不可以是 現在打 烏克蘭在反攻了 烏克蘭在反攻了 他沒想到 沒有 他如果想到 絕對不敢打 今天 世界其實又有個大變化 他看到說 中共是亂源 普丁敢打烏克蘭 中共在那邊幫忙 哈馬斯 想敢突擊 以色列那些老百姓 中共在後面支援 對不對 所以 伊朗 敢對那個 以色列 或者那個 黎巴嫩那個 正主黨 後面都是中共在支援 所以大家知道說 這個亂源 OK 現在大家知道 這個亂源慢慢收拾你了 可是 第一個 金曉布林肯定講的 台灣海峽要維持中立 不得破壞 所以這個 美國其實1950年 中共發生韓戰以後 美國杜魯門總統 本來是不想管理國國內戰 中美關係白皮書 對 後來 搞一個韓戰 韓戰是 1950年6月25號 美國馬上改變政策 6月27號 宣布 杜魯門宣布 台灣海峽中立化聲明 這個地方給我保持中立 第一艦隊開進來 你內戰 這也不只打 台灣不只打 這個有沒有改變過沒有 74年來沒有改變過 可是中國現在 正在踩這條紅線 它動不動 軍機就給你飛過來 我們能怎麼樣 我認為它 現在大家都看 美國一直軍演 對不對 一直跟他講 就是要 跟你們比較注意 對 不要太過分 對 大家就這樣 甚至有人講 你如果打過來 讓你台灣海峽變成你這個 叫地域警官 Hellerscape Landscape Hellerscape 另外有人說 如果中共敢犯台 它會再把它海空 後勤補給全部打光 你上來就瓮中捉鳥 有些人都講了 都講了 所以你說那你要不要試 那你要試 所以這個問題我認為 你看中共最近一在清洗 外交部長不見了 是 兩個國防部長不見了 火箭軍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習近平應該這個 土八路啊 一直想打 這就跟他講也不能打 好 所以中國的清洗 我的猜測是這樣子 OK 那曹總 現在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出現 我們先不管習近平想不想打 但是他有沒有做準備呢 有 什麼準備呢 中國現在不斷的不斷的不斷的 在囤積糧食 而目前我們看到的報導跟資料裡面呢 中國現在囤積的糧食 已經達到世界的一半 他們沒事囤積那麼多糧食幹嘛 那當然一個叫內需嘛 一個就是外用嘛 那外用毫無疑問的當然就是台灣了 那內需可能他們國家有一些狀況 或者他們預判國家會發生一些狀況 但是內需我不管你嘛 那萬一他是外用 也就是說 我們說習主席也好 你稱他習大大也好 你稱他維尼熊也好 他們是有準備的 而且這個準備的動作越來越明顯 我們除了防止認知作戰以外 我們還能幹嘛呢 這個國法 民法 國安 它動起來啊 對不對 那我覺得這次賴總統這個 國安會 這個國安局 國防部都放在信任上進去嘛 我覺得這是很爭面的嘛 是 現在這些他們這個比以前積極了 你像那個以前那個邱國正 打到最後一隻投降 這種 這種國防部展當然不能用 所以國內現在就是說 很多這種 國內的我認為啊 如果準備不足 是因為一些投降派嘛 比方說趙特康 我不知道這個你們如果不方便 你也可以把他名字講 不會啊 他也來過我們節目啊 趙方就講 你看他講了 台海 這個台灣安全人家靠美國 美國靠不住 他講了什麼 擬美論 另外他講說 這個 你要自己研發國防 你錢比人家 一個小零頭 你有什麼用啊 他講的話就是 完全就是說 國防無用了 來就投降 他這種啊 然後每天就在宣傳這種理念嘛 中天啊什麼 每天講這個 他這種東西其實就是 老實說 在幫 在幫中共 這個要是50年前 叫衛肥宣傳已經槍斃了 當然 要槍斃了 對 就是衛肥宣傳 你看那個中天那些人 還有幾個什麼 很難 都攬了其他名字 中共都偉大 東升西降 每天都罵美國 以美 就是這種 這個真的就是 以前 中共對你心戰廣播 都沒有他們講得好 那曹董 我們說這個 俗話說的 最強的堡壘要從內部破壞 對 所以以認知作戰 它就在破壞台灣的堡壘 對 那個民防新防的堡壘 那我們有能力破壞中國的堡壘嗎 反任之作戰 我們就這麼講 在馬英九執政時期 就大概2008到2016 其實那時候有很多陸生來到台灣 那一段時間我剛好在讀研究所 然後呢 我的母校那時候也有很多大陸的研究生來 當然我們都會跟他們 或許白木曜 我們會跟他們聊六四天安門 那你從他們的反應 你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知道 但他們不能跟你聊 你就問到說 你知道六四天安門嗎 不知道 沒聽過 沒聽過 你從他們的反應就知道他聽過 他也知道 但不能跟你聊 可是當他們開始跟我們相處的時候 會不會反而他被我們統戰 或者是他們被我們統化 他知道民主自由是個好東西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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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們被洗腦 你看 以前我們 我這個年初不是請一些國外大V來管理嗎 那些網紅啊 有有有 都是我請來的 那麼 當然他們就有人講說 我們應該要破掉它的防火牆 讓大陸同胞也知道外面的情況 我說沒用了 也不是我講 有人別人講 說沒用了 因為說這麼多大陸 多年來多少人跑到歐美去住的 抱一些高幹什麼這些 親屬 對 跑到外國去 他也沒有因為看到外國 檢討了自己呢 沒有啊 還在事實上 還是在替這個老共打外宣 他只有擁護老共的政權 他才可以繼續綁有他的特權啊 對 所以今天我們能夠來台灣能夠出去 可能大部分都是在中國的特權階級 不是一般的那種尋常百姓 是 對不對 所以這些人就是 這些人就是 頭孔孤立 不是頭孔孤立 就是有厲害的關係 OK 所以他只是 反正這個講回來 就是說 余英時講了共產黨的本質 對不對 他就是側頭側尾一個流氓政權 他就是側尾抓了權力 別的東西對他來講 什麼東西 你講民主自由 人權法治 有他享受權力的滋味好了 當然沒有 對嘛 所以你說他選哪個 當然選了權力 OK好 曹董 那我這麼說 我也曾經跟一個深藍 深深深深深深深藍的 我的同學聊過 而且他是 他父親就是老兵 1949年來到台灣那一種 OK好 然後他爸爸59歲生他 那我說奇怪 那你們來台灣多那麼久 而且你在台灣出生 在台灣長大 但他對於所謂的祖國神州大陸 他有他的憧憬 有他的信仰 然後我們就聊到這一件事情 那我就問他 那民主咧 他認為中國有一天有機會民主 我說你為什麼會這麼想 他說台灣也從集權變成民主 中國也有機會 現在他是有了 他說人民民主有我專政 OK 叫人民民主專政 他就說我有民主 當然有民主 可是對不起 你的民主有我專政 就這樣 好 那退兩幫我們不回來講 剛才曹董你提到雲石 那我對雲石老師 他是我們史學界的大佬 正常來講因為是在錄影 不然正常來講 我們學歷史的 聽到雲石要先立正 再坐下來 OK好 那雲石老師 我記得如果沒去說 應該是在太陽花事件的時候 他寫了一篇文章 然後那篇文章 他的標題是 共產黨的本質從來沒有改變過 他只是變得有錢 換句話說 在雲石老師的論述裡面 就是當年那些反共的 為什麼變成挺共 甚至是挺共 那是因為錢 OK 共產黨在 怕 OK好 不管 然後再來呢 共產黨在中國執政的正當性 很大一部分也是因為錢 就是他讓14億張口 最少有飯吃 沒有那麼多人餓死 那以這兩年來講 整個中國的經濟開始 你不管說他停滯也好 還是衰退也好 有沒有可能因為 經濟上的崩潰 造成共產黨政權的垮台 蘇聯當年其實也是因為 經濟崩潰 才所謂的1990年代的蘇東波 蘇聯東歐一波一波垮台 那你曹董你自己經商那麼多年 你在所謂的這個 財經也好 科技也好 你怎麼看中國現在內部的經濟 中國經濟已經過了這個 黃金期 對 你給我舉個例子 2021年 這個中共國 不要叫中國 中共國的GDP 達到美國的7% 現在發展述回集數 二年掉回70% 二十三年掉又64% 你可以看了嗎 整個再摔一摔 反正摔對了 結果會繼續往下掉 那麼這個 所以當現在當然再來高竹 你現在台上很多跑到大陸 欸 好偉大的建設什麼 萬丈高樓 平地起 那都是借了個錢 那錢哪去呢 都被這些高官 洗到國外去了 高官隨時便便 你難以想像這麼有錢 隨時看看那個沈棟 有紅色什麼的那本書 所以你看他知道 有錢不得了 你不要說大陸很窮 他怎麼會有錢 你知道哈馬斯最近被槍掉那個 他們這些每天住在卡達 都是幾十億美金身價的 然後他們在這個加薩 什麼東西他都要抽水的 明子明高是吸吸吸吸 吸到那個海外做漁工 然後叫你打以色列打以色列 這件壞透了 所以就是說這個 中共就是說現在錢啊這個 錢就等於是 都洗到國外去了 而且問題是說 中共實際上他如果不是靠 美國幫他 然後進入貿易 世界貿易組織 給他追過我的待遇 要不是我們台商 港商大家去投資 他哪什麼有經濟成長 共產黨的三角幫 他會經濟成長嘛 對不對 不尊重個人財產 不保護個人財產 這個就是把 就是殺雞取軟 這種事不可能有經濟成長 所以他已經往下掉了 然後現在大家封鎖封鎖 所以說不可能撐太久了 而且又一個錢被吸乾到國外 第二個窮兵毒武 在那個搞這些什麼軍事裝備時候 大量的貪污 你看他們航空母艦啊 每出來一個以前的艦長 通通抓錢 火箭軍搞了半天 司令通通抓錢 就是他們無所不用其極的貪污 OK 好 這種軍隊能打造我不相信 那曹總 另外一個角度的問題又出現了 其實很多人在擔心這件事情 就是當中國真的經濟崩潰 內部出現問題的時候 共產黨的習慣是什麼 叫內部壓力外部化嘛 內銷轉出口嘛 他必須要轉移焦點 那最好轉移焦點呢 那麼說階級鬥爭一抓就零 再來民族主義一抓就零 會不會趁著這個時間 反而我們說習近平孤注一辭 用打台灣來轉移國際焦點 所以這是老天保佑啊 有台灣海峽 OK 你以前他們亂搞的時候就 爭海戰術嘛 叫你送死嘛 對 以前他們那個 在大陸幾千年來打那個戰 都很髒了 辽省會戰 叫表情去死 請收包圍戰 叫那個百姓去死 對不對 好 那這個人海戰術 你看以前韓戰為什麼 那個老共出兵啊 是把國民黨投降的人 對 好像沒有裝備 連個保暖的衣服都沒有 送他們來臨下三陸出去打仗 對 派在第一線 對 凍死了 那個太多了 所以他就是這樣搞 對 可是對不起 我們台灣海峽 人海戰是不好 你沒辦法拐 沒辦法拐 那你要用這個 起碼人要送空軍或者軍艦送過來 這個過來這一段路 那你不是容易過來的 你知道嗎 那個海龜 海龜那個 那個母海龜殘染之後 他就殘完了 他就殘完了 不理會 小海龜孵化以後 就從那邊 慢慢爬 爬到海裡面去 那個 那個過程啊 就他們死亡之旅啊 因為小海龜爬出來的時候 所有人海鳥什麼 他都來吃嘛 所以那個 所以這個 你先把解放軍講成海龜 對 他過來的那一段 台灣海峽 他媽媽叫海龜 從那邊打光 所以這個 這個是 今天沒人怕 好 而且那個你知道 那個 海龜有個數字 你知道嗎 就是這個 一百隻 小海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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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游到大海 將來長成來 再回來原地殘染的 一百個不到一個 一百個到只有半個 OK 所以 所以你就知道像這種 你在大海上 你沒辦法防禦 對不對 就是 叫做sitting duck OK 那個 那個 大家可以那個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我認為 很幸運 好 有一道這個 台灣海峽 有一道這個保護的 天閒可守 那曹董 我們最後問個問題 臨日攻擊 或者叫臨日計畫 這一部戲劇 它很多人在講 就是 有兩個攻擊的 攻擊這部 因為目前只有17分鐘出來 攻擊它大概有兩個論點 第一個論點就是 哎呀 你們這就是在為黨宣傳嘛 為民進黨宣傳嘛 還拿了國家那麼多錢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會不會造成反效果 反而讓台灣人更害怕 面對所謂的軍事行動 這件事情 這個東西是這樣子 面對任何事情 一定要說最壞的打算 曹董 我不好意思我打算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記得在我讀高中的時候 那時候有一部電影上映 叫搶救雷恩大兵 對對對 然後你知道搶救雷恩大兵 裡面有一個鏡頭就是 他們那時候已經在打街頭巷戰了 然後那個德軍呢 拿著刺刀 跟一個美軍 兩個在那邊 就是拉鋸 然後那個德國士兵跟 就是那個表情是猙獰 然後對那個美軍講 你忍一下一下就好 然後就是要殺他 那一幕我回去做惡夢 我夢見我變成那個美軍 你知道嗎 OK好 所以我剛才才會提出這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批評他的經費來源 是不是在為黨宣傳 國家機器介入 OK 那第二個就是 他會不會造成反而看顧人更害怕 面對軍事這件事情 那我是這樣講 你碰到什麼事情 要讓來百姓知道最壞的情況 這是對他最好的保護 就像冠狀病毒來吧 冠狀病毒來 你一樣把整個最壞的情況 跟老百姓講 這樣大家才能做最好的防護 然後冠狀病毒來 我把他捂起來 這個要起來 不要讓他緊慌 你有沒有 老共開始就是這樣策略 那不能講 不能講 結果把他病毒擴散到 造成全世界700萬人死亡 這很混蛋嘛 碰到這種任何可能的災害 第一個 你要讓大家了解可能最壞的情況 這是對他最好的保護 這不是什麼民進黨去宣傳 這個國家該做的事情 什麼是跟民進黨什麼關係 OK 那會不會造成民眾的恐懼 恐懼 應該恐懼 你這種中共每天說 趙川康說 你只要不搞台獨 我想不出來老公有什麼理由打你 胡說嘛 老公理由很簡單 這個國家一定要統一 絕不放棄武力 你說他為什麼要打你 OK 他沒有理由打你 對嘛 這我們在公平三位 所以這個就是說你要做好準備 你要做好準備 你要做好準備說 好你來 我搭死你 這樣他就不敢來了 OK 那台灣準備真的夠了嗎 這永遠不夠嘛 這準備會不會夠 當然永遠不夠啊 永遠不夠 那總是你要不準備 那你說我們要關燈病毒來的時候 你說我們有沒有準備足夠 沒有啊 可是你不能不準備 因為我聽過一個最可怕的論點 就是有人說 老公三年之內不會打你 五年之內不會打你 我再以為的不是這三年五年了 那他第十年要打我怎麼辦 對啊 他第20年要打怎麼辦 那我這20年的打拼 我這20年的努力都白費了啊 今天 我認為說不打有一個可能啊 就當然那個 美國、日本、歐洲 都講你不可以打 他怕 他平兩個 他不是打 不是只打台灣啊 八國聯軍等到那裡 你一盒團對付的不是那老弱婦孺啊 是不是 我們八國聯軍 兵強馬壯 你要含命一下 而且 普京這次打烏克蘭對他是一個教訓 你不要以為十拿九個 對 打打看 第一個 第二我認為說 中共內部的問題 將來會 可能他比我們先垮 就是他想讓我們垮 可能他自己先垮 我認為 我對這個也是蠻有信心的 因為他那個經濟太爛了 更糟就是他還在粉飾太平 他不想解決問題 一定爛掉 OK 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在2016年的時候 當時美國在總統大選期間 當時參選總統有川普跟希拉蕊 希拉蕊曾經做過一場演講 他在這場演講裡面提出一個 在2016年大家都會覺得你在講什麼的論點 但是好像似乎已經在實現 希拉蕊那時候說呢 那二十年後中國即將成為全世界最貧窮的國家 他提出了三個理由 第一個理由是中國在這二三十年來為了發展經濟 不斷地去破壞環境 而他們如果想要把這個環境給恢復 或者是去修復這個環境 他們所付出的代價將是他們所賺到錢的十倍二十倍 第二個理由是中國產生非常嚴重的資產掏空 因為70%的資產集中在0.4%的人的手上 而這0.4%的人有三分之一已經移民了 有三分之一在申請移民 有三分之一準備要移民 那最後一個是屬於信仰的層次 因為中國是一個無神論的國家 是一個沒有信仰的國家 當國家發生動亂的時候 並沒有一個從心靈上的社會穩定力量 今天非常謝謝曹新城、曹董來到我們其有子旅的現場 其有子旅我們下次見 拜拜 謝謝大家